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.8% 增速比上个月回落1.5个百分点 前7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5.7% 增速比1到6月份回落0.1个百分点 另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7.6% 增速比上个月回落2.2个百分点 这个回落的主要的原因 还是主要是因为 汽车销售带来的 在6月份是有一个 国五国六环保标准的转换 所以很多的厂商经销商 在6月份采取了很多的促销的活动 所以拉动了当月的汽车销售 汽车销售由6月正增长17.2% 到7月下降2.6% 这样的落差直接影响了整体消费增速 如果扣除汽车消费的影响 7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8.8% 与上月基本持平 值得关注的是 7月消费结构性变化日趋明显 各地推出的夜经济举措 使得餐饮收入表现突出 成为消费增长的亮点 7月份的线上单位的这个餐饮 同比是增长了9.4% 那么线下单位表现得更好一些 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和餐饮相关的饮料 饮酒类的销售也有所带动 此外体育娱乐用品 文鱼类商品 化妆品等升级类消费 零售额增速继续加快 而网上零售则保持两位数增长 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 12.6个百分点 占比同比提高2.1个百分点 变成为态度 20.0% 扫典 �複 证 证